你知道原神中目前所出现的魔神都有谁吗 本期就跟李秘密来看一看吧 魔神巴巴托斯 十九年华半空乏 浪有抚擒 最西洋 魔神巴巴托斯现在是象征自由尘世七神之一的风神 魔神摩拉克斯 除非黄土如白骨 无首离月万无忧 魔拉克斯现在是象征着契约精神的尘世七神之一 阎神 魔神 雷电 影 刀出龙虎啸 神动海山仪 雷电影现在是象征着永恒的尘世七神之一 雷神 炉灶之魔神 马科修斯 现为相邻的小跟班 魔神 高塔姑王 叶卡拉币安 死于被救蒙德臣民推翻高塔姑王的统治战争中 至死之时也不知道自己的臣民为何背叛自己 炎之魔神 赫乌利亚 他与高塔姑王有着类似的经历 同是死于自己的信徒之手 漩涡之魔神 奥塞尔 这应该是最惨的魔神了 之前被钟离定在了海底封印 好不容易被公子解开封印 又被群一格底砸死了 还有就是钟离至今因为奥塞尔的那一战特别惧怕海鲜 一看到海鲜尤其是鱿鱼这类 胃口总是忍不住的翻滚啊 魔神 大蛇奥罗巴斯 相比炎之魔神和高塔姑王 奥罗巴斯稍微要好一些 但是他的死因也是因为他的子民 祈求他 心战道气领地 最后死于雷神刀下 魔神 北风狼王 安德流斯 北风神巴巴托斯劝说后 退出了魔神战争 待魔神战争结束后 便去守护奔狼岭了 陈之魔神 魏忠 炎神忠离唯一一个魔神好友 也是当时唯一一个异性好友 后来龟忠在魔神战争中死亡 钟离与龟忠的故事 也被玩家们逐渐挖掘出来 数个版本 陈世西神的前身都是魔神 只不过他们是争夺神位的胜利者而已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魔神不一定都是好人 但是也不一定都是坏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